看哪个 哪个 六还是七 队长你来 他想看你 不要听这帮人的 你想看哪儿啊 我想看七 给落幕看一下 当时那标签一出来 霸道总裁 还有一个是俊美 天哪 就我觉得哪怕这个人 如果吐槽能力不强 但是我觉得有这两点 对我来说也够了 然后我就是非常强烈地 申请了一下 我想看看这个人是谁 我想翻看这个牌子 给落幕看 我们看七吧 都是好七 来 看好七 来 来 来 好 翻过来吧 三七嘛 翻过来吧 这是个彩蛋 这是个什么比赛 这是个彩蛋 你们在干嘛 你们能看见吗 看不见 看不见 我当时没有具体的印象 当我心想这么描述了 一定是某个帅气的男演员 我当时心想 不管他是谁 我觉得都可以 结果一站过来 就坐在我旁边呢 这个霸道总裁 我累了 累了 流下来了 我有期待 杨子 你就觉不觉得 一进入到第二阶段 你反反复复的受伤害 我想被淘汰 好了 好了 我们将在下一个赛段 有七位 冲竖选手 这七个人呢 就是在第二赛段冲个树 来一下就走 所以你们的保底的还是这些人 对 你们将分别补进三位 三位 一位 冲竖选手 那万一补了三个蒙琪姓来咋办 顺顺顺在握两握了 蒙琪姓一定要反场 对吗 蒙琪姓一定要反场 我们为了让我们的第二赛段 能够更精彩 那七位冲竖嘉宾 实力都非常非常好 当然每个人都各有所长 我们将以如下方式公布 冲竖嘉宾 我们将会依次翻开他们的 简简简简的简介 关键词 然后大家来猜测他是谁 游远队 在上一个赛段获得第一名 等一下呢 你们可以在七个人中 随机翻看三张牌 咱们只是有个随机的机会 但他们只可以补一个人 六个人 因为他们很强 所以组一个人 因为他们就差一个人 跟强弱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再把规则说完了之后 你们会觉得他们组会更强 他们有两个特权 另外一个特权是 也可以补靠 按照顺序 按照顺序 两个就选了 两个特权 针对每一张卡牌 进行选择的时候 选择的顺序是 一 二 三 他们说这个人我要了 后面两组不许强 他们要了我们要不起了 他们也只能说一次这个人我要了吧 是的 排名第二第三的两组 麻烦你们戴上眼罩 来 请戴上我精心准备的眼罩 张老师我对这个眼罩有意见 哈哈哈哈 哎呀 那眼罩丑归丑啊 天呐我戴上这个眼罩 啊 戴上戴上要戴上 哈哈 哈 哈 来相信相信各位的道德好吧 你们选 你们选 收工准备 四很酷 四一定是特别酷的一个人 三张 三四 来看一下三 已经开始了 就他了就他就他 金英老师他是刀子嘴 就是一个人的分数 我觉得就可以 打败他们所有嘴的人 请对了 就是应该请这种 作业比较厉害的 来参加这种节目 要看一下四是吧 四很酷我跟你说 绝对的 四 好 翻过去吧 是你想的吗 那是什么呀 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真是谁都 我都不知道 他太伤自尊了 这个剑子太伤自尊了 太伤自尊了 没没没 你那个标签 你帮我把它记住 我都谁伤自尊了 帮我被小本本记一下